平常大學彩結生活故事夢連展 由一支3D動畫的蝴蝶精靈 剪開序幕 展覽由視覺藝術硕班 數位媒體設計硕班 與視覺藝術硕士 在紫磚班的新生態藝術家 共同策劃展出 充分展現三個硕士班的創作能量 包括寫實、抽象、古典、現代等 多樣貌的風格與多媒材的作品 及兩面3D彩繪壁畫 共計43件 背景是以我們內施村的海洋風步步 就是歡迎大家來看我們 就是文化的一起的結合 用那個水墨畫來表現 它其實是我們隨手可得的一個材料 它是咖啡本 只有視覺 那沒有聽覺 有一點可惜 所以它就加入AI的虛擬的那個導覽 所以讓這一場的那個展覽 不只是視覺上的享受 也是聽覺上的享受 策展首次新增AI擴增實境導覽 以及3D彩繪視覺特效等 是平大視覺系 首次結合傳統繪畫與科技藝術的成果 只要以手機掃描壁畫 就能看到蝴蝶飛舞 瀑布奔流 百鳥齊飛 迷路行走的壁畫動態 視覺特效 而展場中的所有畫作也都能以手機掃描 觀賞多媒體導覽 我們可以將傳統跟先進的技術去做一個整合 那在我們這一次的展出裡面 每一幅圖都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做新的呈現 活動所使用的擴增實境軟體或廠商贊助 同時為五名最佳創作者提供獎金 支持學校培植產業人才 平大園專班也前來觀展取經 不論是結合AI、AR、ASA的應用 又或者是把各種不同的創作領域做一個整合 都是我們需要去重視的一個議題 可以透過科技的一個代理 讓我們比較屬於動態的 甚至聲音部分的一個呈現 讓整個畫面更具有整體性 讓文化的呈現都能夠在無感體驗當中被呈現出來 聯展即日起在平大平氏校區六愛樓藝文中心展出 並展至3月4號為止 塑班學生藉由聯展 讓個人的藝術創作與大眾分享 並互相觀摩與學習 歡迎各界集聚參與這場藝術的饗宴 並體驗AI擴增實境導覽的魅力 原是宣歌社平庸室採訪不到 好